嗨 我是夢幻酒房在我家的 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非常開胃又下飯 超級簡單的 瓜子肉 吃了這個瓜子肉以後 還會變成瓜子臉哦 對對對,我亂說的 看似簡單 但又非常好吃的瓜子肉要怎麼做呢 我們趕快準備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 就請大家自行螢幕截圖一下 詳細文字食譜的連結 我也會放在資訊欄當中 有需要的朋友請多加利用 先把食材做個前處理 青蔥先切成蔥花 蒜頭的部分切成蒜碎 怕蒜頭的味道也可以磨成蒜泥 另外這個是醬瓜 用任何醃漬的瓜類其實都可以 自製市售都可以 左邊的這個呢是阿嬤的醃蘿蔔 這個我之前分享過食譜 用這個也可以 就把它們全部切碎 喜歡比較有口感的呢 就大塊一點 我比較喜歡像是螢幕這樣的大小 接下來是豬絞肉的部分 傳統市場會是超市的絞肉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筋膜的殘留 剁一下口感會更好 真的懶得剁一下也沒關係 準備來調味絞肉了 所有的調味料一次性的全部加入絞肉當中 食材份量前面給過囉 大家就回頭看一下 所有調味料加入之後呢 我們來攪拌一下絞肉哦 基本上就是攪拌均勻 然後拌到有一些黏性的產生 絞肉的外表呢 有一點毛茸茸的狀態 接著我們加入澱粉 太白粉、樹薯粉、地瓜粉 或是玉米澱粉都可以 主要就是為了潤口用 這樣子的肉呢 比較不會乾柴 接著加入切碎的醬瓜、蒜頭跟青蔥 建議份量先按照我的做一次哦 做成功之後呢 如果有想調整的地方 再做調整 也是攪拌到均勻就可以 蒸的容器呢 就看自己喜歡 我用的這個是14公分的鑄鐵鍋 超級可愛 蒸完就可以直接上桌 接著就把絞肉按壓鋪平 接著就要來水蒸它了 先用直火水蒸的方式 我放入的鑄鐵鍋大概是23公分 鍋中大概就加入100cc左右的水就可以 煮到大滾之後呢 我們改中小火 蓋鍋蓋 計時20分鐘 20分鐘到後呢 再燜個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哦 我有多做一份哦 用不同的模具 視覺效果就不一樣了 另外這一份呢 就用蒸爐的功能來蒸 因為用蒸爐出蒸氣很快 就直接設定蒸的功能 蒸20分鐘 反正大家就善用自己手邊 可以蒸的工具 蒸氣出來蒸20分鐘就對了 來看一下成品哦 超級可愛 不管是哪一種蒸的工具哦 效果都差不多 只要配方好吃就是好 超級開胃又下飯的蒸瓜子肉 等你交作業咯 等你交作業咯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哦 如果喜欢 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 欢迎加入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